好 前教育部长杜振胜的儿子杜明怡 因为涉嫌盗刷母亲的信用卡上酒店 以诈欺跟未造文书等罪嫌遭到了起诉 为什么呢 因为杜明怡是当天一个晚上跑了两处酒店狂欢 喝得醉醺醺的拿他母亲的卡去刷了 不过他妈妈也不知道说原来是宝贝儿子刷的 结果后来引起了误会 最后呢 整个事件就不起诉做了解 身为前教育部部长的儿子 杜明怡不但上酒店狂欢 甚至涉嫌盗刷信用卡来结账 去年杜明怡的母亲陈芳妹 拿了一张新办的信用卡 交给杜明怡要她为车子办保险 办完保险以后 杜明怡没有将卡片还给妈妈 还跑到台北市的景州街的酒店 和101大楼下的夜店狂欢 并且以这张信用卡签下38000多元的账单 隔天下午 杜明怡的母亲得知信用卡遭到冒用 即刻就办理了挂师手续 并且到警局来报案 隔了一段日子 等到杜明怡再次从美国返台后 发现挂师的信用卡 竟然就在杜明怡的皮夹里 杜明怡的母亲 发现是宝贝儿子刷的卡后 就以误会一场为优 希望了结这笔案件 虽然全案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起诉 但杜明怡花妈妈的钱 一个晚上赶两场花酒 又为她的轻狂行径 再添一笔记录 中文新闻杨敬明 我问起台北采访报道